歡迎收看這個小時的台灣大搜索 我是洪淑芬 4月1號高雄市議會開議 韓國瑜站上質詢台 與陳志忠等民進黨籍議員正面交鋒 這樣的畫面回推到30年前 韓國瑜可以說是主客議會 當時是台北縣議會議員的韓國瑜 質詢民進黨籍的台北縣長尤親 炮火猛烈 沒想到鏗鏘質詢之後 服務處竟然被尤親的支持者砸毀 之後韓國瑜父母住的眷村老家莫名起火 至今30年過去了 失火的原因依舊是個謎 當地人說這和游親有關係 真的是如此嗎 警方經理火場時 在三樓保齡球場後方的休息區 以及廁所和閣樓上 發現焦黑的屍體 跑到二樓的時候 已經都快不能呼吸了 後來也是這樣一直衝下去 一鏡燈都熄掉 都看不到全部都黑了 而且煙很大 火也大 鐵皮搭建的保齡球館烈焰沖天 猶如鐵柱燜燒鍋 館內的裝潢不僅毅燃 還堵住逃生口 要來救命的20輛消防車 以及200名打火逆休 卻因為巷道停滿機車 第一時間無法進入滅火 最終大火燒了將近五個小時 才撲滅 我們不知道這個責任 完全要從哪裡追究起來 我們不曉得 大家都說不知道 政府人也都說不知道 這個不知道 那個不知道 我們知道事情發生了 火越燒越旺 死的人越來越多 20條無辜生命 葬身火害 是當時台北縣20年來 傷亡最慘重的一次火災 房屋全毀 財損高達1000萬元 這把火更把公安問題燒上檯面 更燒進時任縣議員 韓國瑜的議會質詢 你能滿口胡說八道 現在社會變了 國之將亡必有妖滅 就是你這種妖滅 在韓國瑜及議員們炮轟下 台北縣長尤勤宣布 徹查全縣的保齡球館 只要是非法登記營業的 統統拆除 這對當時才剛起步的 保齡球運動 造成極大影響 一個小小的雜謊市 它只有57萬人口 但它一年花在消防上 投資是30億新台幣 只有這一個市 這一個57萬人口的市 超過我們全國 消防人數的縱橫 它對於就是這種不法的 甚至有利益勾結的這種事情 傷財害命的 這樣子一個狀況 它作為一個民意代表監督政府 我覺得它是一個 正確的角度跟立場 而且它直接對決 汪哲平透露 保齡球館背後的金主 大多是經營八大行業的道上弟兄 這一查封讓老闆們 生意沒了還賠了本金 兄弟本色恐怕不會善把甘休 事後也因為這樣子 可能也感覺上 也踩到人家利益團體的 這樣子的一個利益了 這樣子延燒以後 哇 那簡直是 那它後面那裡還有點火 賴苑林是韓國瑜三十年的好友 回想那天晚上九點多 他和韓國瑜正在附近的朋友家聊天 三步並兩步的衝回家 卻只能眼睜睜看著從小生長的瘦德新村 陷入一片火海 我心裡難過的跟刀割一樣 這東西很難跟父老交代 很難交代 就這樣 我不想多談 趕快把這個火災的原因要徹查 假如有任何人涉及的話要延辦 所以不管是過失的或者是有益的 都要依據法律來處理 好好的眷村怎麼會莫名起火 雖然沒有人員傷亡 但有人懷疑 很可能是保齡球館的業者存心報復 但真的是如此嗎 聽說韓國瑜他們家就是 跟這件事情有關的失火 這件事情是誤傳 原來自強保齡球館大火 發生在1992年 但韓國瑜的鎮村老家失火 卻是在這之前的1990年 時間點根本對不上 鎮村居民反倒懷疑起火原因 與出現在火場的這一位大乖有關係 這是跟遊卿衝突之後 大概不久的時間 幾個月的時間 所以大家都在猜測 會不會是遊卿的支持者 來縱火的 原來韓國瑜選上議員踏進議會 就因為核四興建立場不同 和遊卿截下梁子 就是遊卿是民進黨籍 他是反核 那韓國瑜是永和 他要推動核四要蓋 韓國瑜會常常就這個問題來 諮詢遊卿現場 他是上前丟杯子 還有邋遢領帶 當時國民黨籍的 現議員林蒼龍 趕緊把兩人架開 這才沒變成全武行 只是這個拉扯 卻引發支持遊卿的民眾不滿 隔天就有20多人 闖進韓國瑜的服務處 噴漆砸玻璃 甚至揚言下次就是放火 國防派出所據報之後 立刻派了數名遠景維持秩序 服務處被破壞的隔一天 有一群人到台北憲議會外 拉白布條抗議 甚至把韓國瑜三個字 改成韓狗瑜 眼看支持遊卿的民眾 手段越來越激烈 韓國瑜選區內的27個眷村 生怕成為下個報復對象 決議聯手組成自衛隊 所謂堅持的老國富裕 擔擔心經日語不安 幫你生活 晚上以後10點 我們都分成4、5個人 做一個小組 都夜間的巡弱 任何的意見 都是難免會有衝突 但是衝突還是用和平的方式 大家理性來解決 他的表現真的讓人覺得 就是敢做敢當 如果他覺得不對的地方 他就敢衝 但是他覺得自己做的不對 應該要檢討 他有自行的能力 他也會跟人家道歉 隔天韓國瑜 更在節目主持的李濤見證下 親自向游親爭酒道歉 就是希望能平息 場外民眾的報復行動 但四天後 受得新村卻鬧火災 這時間點實在太過敏感 我想一切都沒有 在刑事鑑定之前 都是屬於猜測 猜測的話我不予置評 等警方公布真相以後 我們再看 只是這真相等了29年 起火原因是縱火還是意外 至今依舊是個謎 有人說當時警方可能受到 縣長游親的影響 才會辦案不積極 但賴苑林還原當年狀況 推測很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 才會無法破案 監視器少 目擊證人也沒有 火場一大片火場 那你要在哪裡找到起火點 裡面有沒有人縱火 可是因為他村子太大 而且木造的 他一燒變成灰燼了 可能那個監視人員 找不到起火點 就連起火原因都找不到 起火原因找不到 到底誰縱火大概線索就斷了 除了大火以及服務處 遭到雜毀外 當時韓國瑜更因為 與油親的衝突 被檢警以傷害罪和妨礙公務罪 多次約談 差點淪圍 接下囚 有一天他就打電話告訴我 他說那有事你今天下班 來陪我吃個飯 我去的時候他就告訴我 他說我快要坐牢了 所以今天可能我們最後一餐 我說不會吧 妨礙公務 因為你當時我看到那個影片 那你質詢的時候 那油親反質詢 他不讓你質詢 那時候已經跳脫出現場的職務 已經不適格了 你質詢他 他應該打負你 怎麼他反過來質詢你 這一點你要告訴檢察官 後來他也要告訴檢察官 幸好十大公刑系畢業的賴苑林 有法律基礎 當起韓國瑜的法律顧問 成功替他避開牢獄之災 而之後韓國瑜在擔任立委時 更是常常關注消防議題 不僅大力推動成立消防署 更促成災變中心的成立 要把他對抗防衛生的分析 他對抗防衛生的生命 在帗防衛生的場合 然後他對抗防衛生的 然後他對抗防衛生的 新增進行的 他對抗防衛生的 去抗防衛生的 基礎 林肯大軍 86年倒塌 我們兩個人在看電視 看救災的情况 感觉到他们没有一个指挥的头头 感觉上好像应该要来成立 跨部会的一个救灾的指挥的中心 后来有灾害应变中心 回首韩国瑜的政治路 从高走到低 再从低谷要起翻身 韩国瑜曾经自闭 想要像他一样 你应该在外面的天上 赵子龙 奇怪 长山 姓名 赵子龙 为何要参加义军啊 想尽点力 希望太平以后能有个家 勇猛 忠诚 宁愿战士大长不会投降机 就算只剩一力于将云 我也要失守 放入山 在三国演义长版坡大战中 赵子龙在曹操百万大军里 七进七出救出刘备的儿子刘阿斗 成就他单继救主的威名 韩国瑜自比是赵子龙 北农一路到党主席选举到高雄市市长 都是这种越战越勇 而且是以艺人去面对无数敌人 其实有日本版赵子龙称号的 战国名将 真田信凡 与韩国瑜的经历也有几分相似 白杂子龙 我怎么会变成了 你等下来吧 真田信凡 有日本第一武士之川的真田信凡 曾经被流放十四年 却能东山再起 靠着机制打造小型要塞 以五千兵力大败德川家康的数万大军 因此闻名于世 正如同韩国瑜沉浅十余年 再复出就成功翻转高雄绿地 高雄人当家作主 作为全世界华人的焦点 对不对 韩国瑜凭着未理想感冲感言的个性 走过人生六十年头 在花甲之年担起高雄市长大任 回首当初踏入政坛 担任台北县议员直询首长 如今主客一位成了被直询的对象 他收集武将沙发决断的狠拼 修炼出更多的协调圆容 并着心中画出的蓝图 在政坛走出自己的路 大陆歼11战斗机飞越台湾海峡中线 我国防部严正抗议 这是一种挑衅行为 美国国防部也跳出来表示 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 连美国华尔街日报评论都认为 川普总统应该批准卖给台湾 F-16V战斗机 其实这项采购需求 我国早已向美国提出 而且一买就是66架 但采购价格会不会又是天价 被当成了铠字 国防部低调地说 还必须要等美方回复之后 才会进入议价的阶段 而其实台湾的国防力量 除了希望能成军的F-16V机队之外 我们的中科院 也是亚洲最早拥有 超音速飞弹自制能力的机构 据说连NASA也委托中科院 制造这样的东西 中华民国空军正护送总统出国 半飞总统专机 护航三军统帅安全的 正是保卫台海二十多年的 我国空军重要战力 F-16战机 强盗市军内缠动能力 最新升级版F-16V 具备各式电战武器系统升级 能够干扰敌机雷达 增进拦截能力 号称隐形战机克星 有平面媒体爆料 国军将以3900亿台币 采购66架 只是这惊人的报价合理吗 2017年巴林购买19架F-16V 平均一架约42亿台币 相较于我国 一架就要59亿到60亿台币 贵了17亿 几乎跟买一架F-35B差不多 有待美方回复以后 再由空军予以议价 关于媒体刊载的军售案金额 国防部回应纯属意测 呼吁物以讹传讹 局势专家认为 目前仅为最初议价程序 再加上通货膨胀 台湾最后付出的价格 不应该会这么贵 由于当初的研发费用 是我国所担负的 另外像巴林来说 他买的飞机机数是19 还是20架 但我们买的要求是66架 那其实买飞机跟买车 某些程度还有点像 就是你口气买60几台车 跟你口气只买20台车 它本身的售价会不太相同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方的售价 最后的价格我认为 应该要比巴林的报价要低 才会合理 不过市校委也认同 若这项购买案能成功 再配合上F-16V升级的 凤转专案 我国等于拥有三个 超级F-16中队 对抗衡中共空军主力 殲-15 苏凯-35 有不小的注意 提高了制空能力 海上作战的主动出击 就得靠台湾自制的 雄风三型超音速 反舰飞弹 台湾做防空飞弹的时间 相当久 它冷静的人才跟能力 不差 会说能力不差 是因为全世界生产 被称为航舰杀手的 超音速反舰飞弹的国家 最早只有俄罗斯 印度和我国 而且雄三的重量最轻 少了一半 只有1500公斤 让人疑惑的是 身为世界第一大强国的美国 居然在超音速飞弹 研发的这一块缺席了 美国1970代中期 美国研发了相当多种的飞弹 其中有一种 美国希望研究 叫冲压火箭的 冲压引擎 冲压发动机的防动飞弹 后来发现这个飞弹体积过大 然后速度太快 用战机机载 载到空中的话 限制都会相当的多 所以后来美国决定 这个计划就废除了 再加上美军自示有 完善的舰队防空神盾系统 从预警机到长城的拦截战机 综合战力可让美军航空母舰 战斗群不受超音速 反舰飞弹的威胁 既然美国这个东西 美国没兴趣的 那他就让他的 国防系统承包商 跟当时我们的中科院 进行合作 然后把这个技术销售给我们 我们把这个概念 跟技术的原理买进来以后 我们还是有在上面 做一些精进 直到美苏冷战结束 台湾中科院 已经默默研发飞弹制造 30年了 1999年秘密完成 超音速雄风三型反舰飞弹 事想为止出 这项武器能对敌方登陆舰 航空母舰 产生极大的威胁 如果你像一般的 这个舰载防空系统 大概最远也能够看到 大概差不多 30多公里外的这个水面 那30多公里外的话 如果说你是用这个 超音速飞行的方式的话 大概差不多 你船上的防空系统 看到飞弹来 然后到你的船备命中 大概差不多 一分半钟左右 防空系统其实 并不能够有 那么足够的时间防卫 后来超音速反舰飞弹 会冲斥亚洲各国 是因为苏联解体后 将这项武器大量外销 加上日 韩 越南 这些采取首饰 或是相对国防预算 比较不充沛的国家 纷飞引进或自行研发 而我国的雄风三型飞弹 历经多次成功试射 但外界对它的性能 讳莫如深 直到一次的意外 才揭开雄三飞弹的神秘面纱 红龙一声 画面中的小狗不安篡动 红衣夫人连忙跑出来 抬头往天上查看 这是一亿元飞走的声音 2016年7月1日 海军金江舰中式高家俊 在战情市执行 甲雷操饮验收的时候 误设造价一亿元的雄三飞弹 雄三飞弹制空飞行约 两分钟后 主动雷达在原本预设目标 海域自行搜索目标 最后击中了 离虚拟目标点1.9海里的 高雄级渔船 翔力升号 飞弹贯穿驾驶舱 船长黄文中头部遭重创身亡 另外三人遭到 箭射的金属碎块 大众受伤 这个国家的 真正的安抚 竟然是打到自己的迷迷 非常非常令人 痛心疾首 我们不是故意的 而且这次 这起乌龙乌射事件 也意外曝光 雄三飞弹的实战能力 训练上面来讲 它可能有一些步骤 它应该做好的安全控管 没有做到 飞弹来说 目前至少从雄三误射 这个事情来看的话 它其实应该是 代表这个飞弹有效 这个急中旅船来说 可以算是一个 接近准时战验证 飞弹虽然没有越过海峡中线 但尴尬的是 雄三误射的时间 刚好是中共95年打庆 人员操作上面 绝对是我们这一次 所认为它最大的噪音在这里 一方面认了误射 避免大陆过度反应 引发的对峙僵局 另一方面赶紧秘密派出舰艇 及专门小组 入海探测打捞 因为雄三落海 但头却未爆 就怕满载中科院机密的 雄三飞弹参数 落入敌方之手 虽然雄三有精准命中能力 但150公里的射程 连海峡中线都飞不过 要成功打击航母 还得靠我国自制 拥有逆终功能的驼江舰 满载武装官兵 最快速度可达44节 相当于时速80公里 很多鱼雷都只能跟在后面吃烟 是国军目前最快的船舰 它的雷达反射截面机 会让它这个船在雷达上 看起来跟一艘小渔船差不多大 能够在150到200公里的距离 发射大批的那种雄三飞弹 搭配你空中的战机 发射的这个鱼叉飞弹 跟这个从其他的海面的 这个水面舰所发射的雄二飞弹 要对一个目标 进行一个多元 然后同时的一个攻击 那这个时候 你成功机会会比较大 沿打海上攻击能力 对付敌军登陆作战 动用的两栖登陆舰 雄三更是质敌力气 这时候它的船绝对不会 超过150公里远 你要用雄三飞弹打这些 两栖登陆舰的话 相对来讲难度就会大幅降低 而且更能够阻止敌人登陆的源头 在陆地上 雄三还能够进行移动性的游击战术 它可能平常藏在地下洞库里面 然后等到征造到这个阶段的时候 再用拖车拖出来 到预先设置的地点上 然后进行部署跟发射 就是有点像是在真正的战状 状况发生的时候 利用雄三这样一个飞弹 进行打带跑的战术 提高海陆空的整体战力 负责我国武器装备研发的中科院 甚至进一步与国家太空中心中研院合作 参与NASA的联合太空站 十门一百云端电脑的研发 和无人登月小艇的计划 就是运载火箭能够把这个登月艇 还有那个漫游车给发射出去 那漫游车其实是放在我们的登月艇上面 无人登月艇的目的 任务就是很安全的着陆 然后让那个漫游车 能够离开这个登月艇 登月小艇中包括探测器 采氧器及分析酬载等系统 都是由我国中科院负责 最快在2021年 台湾自治无人登月小艇 就会出现在月球 相对来讲这个无人登陆艇 它的困难的地方 可能是在它的作业环境 相对来说更为严苛 避免要在战场上复杂的电子环境 遭到干扰的问题 它成功研制的成功性 会比一些战场上的无人系统 反而要来的 我个人认为可能难度会比较低 无论是太空 或未来的战争 共通性都是高科技 中科院利用专业多角发展 毕竟身处美中日角力战场中 台湾努力在强国间求稳生存 军力提升 谁都希望是备而不用 但准备充分 总有较高的机会 求取最大化的利益 韩国瑜出访大陆和港澳签下大笔的订单 而他喊出引进入资来台买房的政策 让高雄房产活起来了吗 因为台湾有入资买房543政策 均入底薪劣质油品案的魏家 买的散水小平顶豪宅社区 就是一个例子 这个社区有四成的买家是入资 连阿里巴巴前副总裁也是其中之一 后来出了什么问题 在交务时一度卡关了 为什么呢 所以我现在感觉到好多人来看 我们高雄的房地产 韩国瑜喊出引入资来台 振兴高雄房产 一月到二月 我们高雄市的房地产的成交量 应该跟去年来做比较是成长了12% 第一线的房产人员 最能感受到市场温度 小职民众大职企业 用进高雄 海霸王在这个时间点 敢花几十亿去标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八五大楼 最著名的八五大楼 也在今年四月 被海霸王以五十四亿的价格标了下来 不论是民众买房 还是企业家霸气行径 似乎都受到韩国瑜的影响 甚至看好他提出 引进入资买房的政策 但是 真的如同化故事般吗 回归现实层面 台湾有面五四三条款的高墙 对大陆来台买房高度管制 贷款最多只能贷五成 也就是说你要准备至少五成以上的现金 那四的部分就是说 你家总起来 不论你飞来飞去 你一年在台湾的时间 最多不能超过四个月 也就是说你有八个月的时间 不能在台湾使用这个房子 不做了 想卖也没这么容易 中国大陆人来买的话 他是规定你三年内 都不准把房子卖掉 2015年7月1号 再添新限制 避免入资集中买特定区域 影响当地房价 同栋或是同一社区 不能超过10% 被称为万通条款 因为2011年出现一个状况 背后出资者 就是大陆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 他靠卖房子卖到变成 手持10兆元的资产大富豪 这位大富豪的房子 一路从北京上海深圳 盖到了台北淡水 而他也是第一位 来台推案的大陆建商 一定要看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算别人算不清的账 最后做别人不多的事情 当一个人要有钱的时候 他第一是要安全 那这永久产权他很安心的 看准了大陆不能拥有土地的所有权 而仅有地上权的规定 很没有安全感 这位光头带着方框眼镜的 可是大陆的传奇角色 冯仑中国房产十大风云人物 之前念的是法律 毕业后当过老师 公务员 如今跑到180度转变 变成了房产大亨 戏剧人生 让他出书 办杂志 甚至在网路开讲 注视节目 多重角色 杠斜人生 电邮独到的眼光 特地来台与南国建设 在淡水小平顶盖起大楼 说起台湾南国建设 不得不提起他们历久不衰的代表作 台北至上路前的欧式别墅区 最高当时都喊到8千万到1亿以上 在景气最差的时候 也将近有6千多万的身价 但是因为它太稀有了 所以市场上几乎是没有物件在流通 宛如童话故事搬出来的城堡造型 一栋栋坐落在台北山林之中 30多年的乌龄不曾在外观留下岁月皱纹 这次南国建设与万通集团合作 打造淡水山区经典别墅 号称每户都有俯瞰淡水河的超级大阳台 锁定金字塔顶端的产品 要价三千万到一亿不等 如此强大的组合 从盖到卖都是热闹混混 很漂亮 有山有水啊 我们陪朋友去 结果被你们掩揚了一下 我们就定了两套 逢轮的脑袋果然没有想错 不少大陆民众通通吸引到来台制产 结果中途杀出一个陈咬金 总统骂英九 当时马总统在执政尾端 为了摆脱亲中炒房的污名 因此在2015年7月制定了 同社区入资买房仅占总户数的 10%政策 规定移除只有29位过户成功 卡死了56位大陆买家 其中包含了冯仑的妻子 王淑琪 阿里巴巴前副总裁梁春晓 有头有脸 大人物其会低头吃亏当吃补 纷纷跨海提告 结果没有想到 竟然是蔡英文一当选 以不危害国安的理由 悄悄放行 注意到有没有群聚营 这个有国安顾虑 那最后的是认为说 这个个案呢 所以不是在520 并不是说想跟对岸是出生意 你们要怎么解读 这是外界的解读 不过也因为万通豪宅 起死为生 没有成为八卦山上 第九家断武剑商 淡水小平顶山区 前有台北盆地 后有阳明山 是一个环境优美的地方 但却被戏称为八卦山 因为当时有八家建商 向重这里的环境很好 来盖房子 结果通通挂点 所以才被称为八卦山 如今为了防止 入资大举入侵 台湾543条款 掐紧了对岸的咽喉 但其实 大陆本身对外资的流出 政策就已经很严格 全球兴起了所谓的肥咖条款 那包含说像中国大陆 也是不例外 大陆它对外资的管制 是相当严格的 一个国民自然人 他会出国外的金额 应该是5万美金 你看5万美金 你要到国外来买房的话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根据统计2017年上半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平均大幅减少了46% 少了480亿美元 因为当局要防止资本流出 和人民币贬值 这样的管束是针对全世界 这似乎也间接影响到了 万同豪宅的整体状态 我们现在 它的屋领已经有5年了 但是到目前为止 实价登陆只有21笔 换言之这个房子已经5年了 到现在还有 大约是26户还没有卖掉 360度环绕的原型大型建案 但是由大陆万同集团所建盖而成 而这里是大坪数高单价 锁定的就是口袋深的族群 来这边买 而台湾魏家就在这里花了18亿元 买下三分之一共11户 如今区域还出现了降价的状况 看来魏家买下的房产 恐怕每户要亏5000万赔上4.51 留下的是一户户的高级空屋 不少专家也认为高雄房产的现况 空屋太多市场需求太低 房价太低 不能再有盖房却卖不出去的窘境 所以韩市场才会想引进入资 卖房去化渔屋 但民众担忧 台湾会不会沦为下一个香港 现在台湾空屋率这么的高 所以说房价有逐渐下修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年轻人感觉 距离这个买房好像渐渐的 不再只是一个梦想 但是如果这时候开放入资 大举进军台湾的房地产的话 那是不是又再一次的炒高 台湾的房地产 那是不是年轻人又买不起房了 香港的房价不挽留 台湾住宅的吸引追求 不少香港人纷纷来台居住 从事软体开发的郭先生 就是一个例子 在香港买房相当相当的困难 郭大哥表示 台北住这样的套房 一样的钱搬去了香港 恐怕缩到剩一半 如果一样的钱拿去香港 你的品质会是怎么样 其实差蛮多的 怎么说 比如说你看这个环境 这个房子 然后在香港只有一半 比如说门口到这里 就这里而已 对然后含厕所 就只有这样子的空间 对这个算人床 然后厕所 然后可能有一个小小的衣橱 香港地少人愁 挂居的屋子 搭上却是高如天的房价 这也让台湾民众当为借禁 真要引入资吗 房地产一定会讲 但是不会跟香港那么疯狂 因为台湾地很多 从台北到高雄那边都是很多地 但是香港好像八分之吃食还是什么 都是高山不能盖高楼 香港的经验或者是海外的经验 这个控制的速度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过去台湾政府用了五四三条款 其实香港本身的房价 在入资来之前就高不可攀 台湾现况还是优于香港 加上台湾现在就算政策有高强五四三挡着 但是三不转 入转 入资老早就已经进到台湾 我们从内政部或者是外交部那边的资料来看 目前其实真的就是所谓的中国大陆人 埋台湾的不动产比例是极低的 我们业界都会知道说有一些所谓的港资 或者是所谓的桥外资 甲外资 实际上它可能背后真正的源头 仍然出资的是中国大陆人 如果暂时撇开政治议题 把入资想成外资 美国人 日本人 法国人来台买房子 以这样的想法来看 台湾应该是想一个政策 控制外资买房的速度 而非特定针对入资 多人买一定会 所以政府的相关控制速度的配套 这个是最重要的 控制入资进来的速度 控制入资能够买 台湾或者是高雄不动产的一些方案 但是如何控制 让供需不失衡 房价不暴涨 这些政策面不是呼口号 就能平民心 也因为这样有心人总抓的这个小辫子 把韩国瑜K的满头包 如果这个房价长爽到三种人 这个建商高官 或者是这个房地产 他只是很纯粹的去说 我想到一个点子 这个点子 我觉得好像可以解决什么问题 所以我就会提出这样 摊开统计数字来看 从2002年到2018年这16年间 入资登记购买台湾不动产的 总件数为510件 总计就是2亿多元 其中以新北市最多140件 其次是高雄122件 台中83件 而2018年入资台湾房地产 总数只有62件 创近4年来的新低 似乎也反映了 他们没有这么偏爱台湾的房地产 因为在政府购物的门槛下 成交量有限 加上购物的物件多为商办或豪宅 冲高台湾整体房价的恐惧 比较不容易发生 那虽然有的人说你太天马星空 可是他觉得创造话题 让大家去讨论 然后让高雄的关注度提高 让高雄 至少高雄的民众 大家都会觉得变得快乐 韩国瑜打出引入资 振兴高雄房产 虽然有543汉入资对外限制 但口号的喊出似乎唤醒了 众人对高雄沉睡已久的注意 欢迎回到台湾大搜索 出道12年的谐星陈汉典 自套腰包500万 要当跳唱歌手 连小孩子跟蔡行勇 都在MV露一脚猛推 但是说起陈汉典的家庭背景 可真是让人跌破眼镜 原来他是出身司法世家 阿公是法官 爸爸是书记官 那他模仿搞笑的功力 究竟怎么来的 陈汉典接收了台湾大搜索专访 透露看到这位迷人翘臀的模样 让他决定走上演绎这条路 而大家还有印象吗 2013年陈汉典被拍到 带了一名女子上摩铁开房间 这次我们不仅访问到了 跟拍的狗仔 还有陈汉典还原摩铁事件 出道之后 我就一直很想要做 跳唱这件事情 今年是第12年 他的动作算蛮大 有在用力 有用力 有用力 不过我觉得你还是可以退出演绎圈 先不要 因为先不要是我的口头才 我很喜欢讲这一句话 那就是因为我很尴尬的时候 我很害羞的时候 我就说你那些先不要 很难想象 小时候的陈汉典个性 其实很害羞 直到国小一年级上台自我介绍 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他的表演魂 我非常震惊 那时候我完全不会搞笑 我就说大家好 我一个爸爸还有一个妈妈 然后我的动作又很大 就是我讲这些事情是很无聊的 但是我的表情却很丰富 也不知道在丰富什么 然后同学就觉得这个人很妙 所以同学就笑得更大声 从那天开始 陈汉典开启自己的表演舞台 小哥费玉典算是他的启蒙导师 我看到那个飞哥跟小哥主持的 龙兄虎弟 小哥费玉典他在模仿陈小鱼 他的肢体语言太棒了 他很会跳舞 然后他又会唱歌 各种唱腔他都抓得到 然后我就看到他在模仿陈小鱼 爱情 爱情恰恰这首歌 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就开始学小哥 在模仿陈小鱼的片段 然后在学校可以说是招牙撞天 全校都知道我会这一招 所以走在走廊 他们就说陈小鱼来了 我在学校不叫陈汉典 我在学校叫陈小鱼 大四的时候 陈汉典办任武社成果展 只遇到瓶颈 这时看到一张全民大闷锅的 模仿大赛传单 同学就说 你这么会模仿你就去参加 然后我就说不要了 反正有两万块的奖金吗 然后我就说有两万块 好 那我就去 就这样比着比着比着 比到最后就冠军了 所有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谁 对啊 你没有看错 我是张国志老师 一开始陈汉典 以模仿股市分析师 小张国志出道 没想到演了两次 就再也没接到通告 不过墙上模仿冠军的奖状 提醒着他获得的是 一年的演出机会 时间还有九个月 陈汉典虽然脸皮薄 但仍想放手一拼 管他没被发通告 还是每天往摄影捧跑 后来制作人也觉得 这样不对 我每天去对不对 然后没有演出就算了 还拿便当回家 现场吃完一个 我还会再带两个回家 隔天中午再微播 然后另外一个就给我割 制作人觉得这样子太伤了 大哥们也有在问说 为什么不让他演 事实上是被这个便当的预算给 别看陈汉典搞笑一流 家庭背景一说出来 可是让人截破眼镜的 我阿公他是一个法官 他是比较严肃的人 学法律的 一板一眼 然后我爸呢是书记官 那到了我跟我哥之后呢 其实 唯一的要求就是 不要被抓去关 司法世家 其实不如刻板印象中的传统 以为书记官爸爸满口叫嚼妈 错了 陈汉典说 自己的搞笑细胞 根本是遗传之爸爸 带我去环岛 骑摩托车 然后他就骑在我前面 然后我就骑一骑 然后我爸又有睡午觉的习惯 然后他就一个人骑 然后我骑到他后面 我就看到 奇怪 他的车子摩托软晃晃的 他睡着了 他摇摇晃晃晃 然后突然就 就在我面前累残 然后就在那边滚 赶快去关心 有没有怎么样 他第一句话 就跟我讲 终于醒了 因为他一直在睡 他从头到尾都在睡觉 他摔下去 他能醒过来 笑谈父子间的幽默互动 透露爸爸始终是他在演艺圈 最坚定的支持力量 而让他跨入电影界的关键人 竟是陷入性侵怡云的 窦倒扭成泽 窦倒他有一次来康熙 他看到我第一句话 然后说 汉典 你不错 你长得蛮激发的 然后就走掉了 然后我当场傻在那边 什么意思啊 我就还在想的过程当中 他就回头了 他就回头了 后面还有话 然后他就说 我之后有一个电影 里面有个角色 蛮适合你的 我想要找你演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李志荣是个臭熟的 他旁边如果没有跟一堆人的话 他会吓到尿裤死 懂了吗 窦倒他很会选角 他有看到我其实有一丝那种邪气 我可以演坏人 狗仔还狗儿子这个角色 要长得像吉娃娃 那非我莫属了 那后来真的我真的也是有 把那个很贱的味道给演出来 大家看那个电影 其实看得恨得牙痒痒 能拿到电影角色 源自《全案件》成了 《康熙来了》的固定班底 演出电视剧的机会也是如此 他的事业来到最火红的高峰 八卦也跟着找上门 2013年被拍到 带一名女子上摩帖 因为我这比较低调 女生也是圈外人 所以我觉得 不想要给她太多的压力或什么 所以都没有曝光 那段 还是我就先不要 就失忆了 也没有失忆啦 差不多啦 我们那段就先 对啊 这样就好了 曾经当时有个记者会 他是帮一个某品牌 一个饮料 一个新草茶 就是专门在喝退火的 他有自己暗示到说 如果夫妻 在做完电视以后 喝这个是非常退火的 当下因为其实我们 我们都是记者嘛 我们去现场的时候 厂商都会送我们这个饮料 都会试喝 那时候我们去拿了 四瓣 我当然喝了两瓣 结果就有一瓣子帮我包包 要给车上的人喝 他那些记者会完结束的时候 很特别哦 他把帽子 他自己一个人 他们跟助理 因为通常艺人跟助理 会一起走 那他现在他自己就是 戴帽子 戴口罩 他一路走以后 他也有眼神在瞄 曾二年诡异的举动 勾起狗仔的好奇心 于是一场跟拍大战开始了 当时有三家媒体就来跟拍 有一周刊 还有四周 还是我们那时候自由嘛 他当时因为他做了捷运 走到那个捷运站下来之后 往车部方向去走 然后就觉得怪了 然后就想要跟看看 狗仔已经悄悄跟在后头 那一刻 陈翰点发现了吗 那个时候我就 我是觉得他们太厉害 因为我都没有发现 而且那个感觉 他们以为你发现 真的假的 于是狗仔开始在台北市区 追起陈翰点 意外揭露他的新恋情 那个上了四周高岛大桥 我想说他往内湖开 想说应该没气场了 结果下来四周到东兴路 车停在路边 我想说应该会有东西可以拍 结果拍拍拍拍拍 大概是隔了五分钟 突然有一个女孩子 从马路一直对面这样走过来 很快步的上副驾驶 这个女孩子是谁 两人又是什么特殊关系呢 结果一路开开开哪里 开到中天 一过去 没有下停车场 他到底要干嘛 就在内湖市一绕一圈 一直绕到南港 就绕到哪里 绕到美丽华那边去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独立开房间 他就把车停在路边 突然停在路边 女生从副驾驶 绕到主驾驶上车 我们就说那有鬼了 当时一进去的时候 我们觉得中了 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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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开房间真的中了 狗仔算好时间 在路边等待 程翰点一出来 立刻受到美光灯轰炸 我退了 程翰点当下是整个吓傻了 他没有戴口罩 你知道吗 他都没有戴口罩 我没有生气 我是真的觉得他蛮好笑的 我就在跟他笑一笑 我就说等一下 先不要 最后他也有绅士服务 就是把他口罩摘下来 他给那女孩子戴这样 他帽子也给那女孩子戴 就是 就不遮了嘛 那最后当时也是问他说 是不是女友 他也逼着承认说 就是他女友这样 绿灯之后 他们再上车 然后再这样哽 天哪 要注意安全啊 一人开房间很少 我真的只有看过程翰点 也是对了镜头微笑很大方 结果才过一天 狗仔的杰作 就在康熙来了 节目上曝光了 这个小草 立刻发挥了仙草的精神 把口罩让给了他的女伴 我看那天 看那个康熙的节目的时候 我也吓到 为什么 因为我看到 他穿了一模一样的衣服 你知道吗 在节目上穿了一样的衣服 他旁边又有个女孩子 又做一个那个 全挡的那个车的那个玻璃 后来前面拿下车子 我就知道他说他要破坏 对啊对啊 就是 就是一直闹自己嘛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没有问题的啊 我觉得这是一种幽默 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嘛 那你越不去讲 代表说 那个真的有问题 或什么 那我觉得我坦荡荡嘛 我没有结婚啊 这个很OK啦 这是正常的交往 所以我觉得这没什么 原本一个绯闻 就在全判检 自于愚人神救援下 顺利过关 被迫独家的狗仔说 全判检这样的反操作 很聪明 要不是仙草茶 他的广告 他是主代言人的话 我现在他也不会在节目上 讲这些话 我记得两天 我下班 晚上十一点多下班 我回来说 两箱 一箱二四罐 总共四八万仙草茶 在我的桌上 带点皮皮的吊吊 甚至不惜丑化自己 拉抬主持人以节目效果 专属陈埃典的风格 让他成了最佳利业 先不要了的口头禅 他懂得看时机再说出口 因为当真正的机会来时 就要动作快 紧紧抓在手